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要跟大家来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是一个马海毛的一个小的围巾 然后它也可以做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围巾 我们这边呢,用到的一个毛线呢,是我们的马海毛 是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 是从黑色渐变到了我们的白色,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总的来说的话呢,整个马海毛的围巾会非常非常的柔软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柔软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特别的适合于我们的秋冬去给它做出来一个这个围巾 首先呢,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毛线团的中间去给它,把它的毛线球呢,给它拿出来 当然了,我已经在非常多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要从中间拿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从中间拿的话,我们的毛线团就不会跑的到处都是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里面呢,是45%的巨蚀 还有50%的马海毛 然后再加上5%的一些其他的一个用料 是适合于一个细的勾针 大概是5号勾针左右 我们首先呢,是要在我们的左手去给它拉我们的线 然后在右手呢,是拉我们的勾针 首先是要在我们的线上呢,去给它打一个活结 就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是先从三个短针开始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织一个短针,一个半的短针 然后往上走,再往上走一个短针 然后再把它往前 再把它往上走两个短针 好了,这样的话呢,我就想要给它做出来我们的一个围巾的三角形的一个小尖尖头 这边呢,也是要这样给它做出来 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每一个半针过去的话呢,我们都会给它变得稍微的变短一点 大概在中间的位置的话呢,就会更加的松散一点 这个是留给我们下次去给它做的 现在呢,我们是再继续 然后把它往上拉一些 然后这边呢,也是要给它再长一点 现在呢,我们是要把所有的都变小一点 这样的话呢,我的手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的三角形咯 这就是我们织我们围巾的一个基础 现在我们是可以来织我们的背面织另外一面 织完了一行了之后的话呢,就要给它换一下 这里是一个半针,然后往上走 再给它绕一下,再给它绕下来 每次织的时候的话呢,都是基本上知道前面一排的空洞的地方 尽量是知道它空洞的地方 现在呢,我们是又到了它的中间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三角形最中间的一个尖尖角 往上呢,再走一点 现在呢,我们是要再把它绑上,再继续走一点 现在这边呢,也是要再给它做一个往上走的短针 现在我们是最后的一个地方 在这边呢,也是要给它再织一个额外的再要多织一针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它多一点 然后我们的三角形呢,就会把它往慢慢的扩大 看起来呢,现在就像这个样子咯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现在呢,也是它的一个这个短针的地方 给它稍微的转一下 现在呢,我们是要来织它的第三排 织三排的话呢,是要先给它绕线 然后再织短针,绕线,再织短针 然后再给它绕过来,然后再给它穿过去 每次我们穿的时候呢,一定都是在穿它这个第一排空洞的地方 千万一定要注意就是只能是穿它空洞的地方了 现在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拉下来 在下面呢,当然也有它更多的一个夹线 好了,那织起来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然后的话呢,织起来也会非常的迅速 现在我要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怎么样去给它继续的往下织 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是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层次了 然后这边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层 还有它的这个颜色呢,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个渐变 在这边 大概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要把它继续的往下织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跟大家继续的进行一个展示 因为它这个马海毛呢,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然后它也是有那种羊毛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线呢,其实是放的非常非常的松散的 然后根本就不需要去太过的担心它的 这个会不会变得非常的 这个空洞太大呀,或者是漏风啊之类的 然后这两个的话呢,我是要给它进行一个这个毛线上 它是有一些些的小小的瑕疵 所以我们在勾制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 直接把它拉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它中间呢,是有它的一个这个颜色在里面 先拉线,然后再给它同时穿两个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勾线,拉线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用这个手法呢,继续的往下织 如果看的不是特别仔细的话呢,或者是看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稍微给它慢放一些 应该就能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了 我们现在慢慢的把它全部的都给它织过来 然后我们的颜色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个渐变在这边 可以看到它从最下面的一个白色,米白色 已经呢,渐变到了我们的一个黑色 然后中间是过渡了我们的灰色 棕色,深棕色,再到我们的黑色 现在呢,我需要最后的一个部分啦 然后把它的这个线呢,去给它全部的给它绕过来 然后把它拿过来 当然啦,这边我会留下一些 我们的围巾呢,就差不多 也要给它做好咯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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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